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博士 来为观众朋友做剖析局势 而首先带您来看看国际关键online 南北韩高峰会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文经会 在韩国当地时间4月27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中 正式的展开 而国际各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 全部都是文经会的相关报道 而这一次的峰会是首度遗失到了板门殿 南韩所管辖和平之家进行 不只是如此还透过了现场转播 让全球同步掌握到最新的状况 而金正恩文在寅两个人的会面 这个历史性的镜头两个人还手牵着手互动非常的亲密 甚至金正恩还邀请了文在寅踏上了军事分界线 北韩的领土的确是让国际社会眼睛位置一亮 接下来就要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您近距离来观察文经会的现场状况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坐着专属防弹兵士车 越过72小时桥 抵达两韩边界的同一格 而在另一侧等候的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这次的双边高峰会是相隔11年后 两韩再度会谈 文在寅带着笑脸上前迎接 金正恩更是笑得开怀 隔着38度线跟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试迹握手 这一握更是奠定历史性的一刻 接着金正恩跨过38度线 这也是金氏三代中首度进入南韩的领导人 不过接下来这一幕让国际社会出乎意料 金正恩热情邀请文在寅跨过38度线 甚至握着文在寅的手 尿起走到北韩的领土上 这显然是原先规划之外 文在寅一开始犹豫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大步跨过 踏上北韩土地 两人走上红地毯 参加欢迎仪式 交越南韩的军营仗队 为了避免敏感和营造和谐的气氛 现场演奏起传统歌曲阿里郎 而不是两国国歌 更代表这次会谈口号 和平新开始 走进和平之家 金正恩留下签名纪念 上面写着新的历史现在开始 和平的时代到来 在两人闭门会谈前 金正恩和文在寅先后发表谈话 这次会议 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也陪同出席 金与正也蓝视金正恩第一助手 跟在哥哥的身边 随时做笔记 除了会谈之外 27号下午 两位领导人也在军事分界线 利用南北双方的土壤与水 一起种下象征和平与繁荣的松树 睽違11年后的双边高峰会 加深了南北韩之间的情谊 更让东北亚情势舒缓 朝和平之路迈进 记者综合报道 这一次的两韩峰会 可以说是抢尽了全球的目光 事实上在过去18年之间 南北韩追求和平 已经进行过两次的会谈了 2000年6月13号 南韩总统金大中访问了平壤 会见当时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这是韩战之后 南北韩领袖第一次举行了高峰会 当时签署了南北共同宣言 强调共同努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 邀请到金正日访问南韩 互相对话 发展经济合作 解决人道问题 还设立了开城工业区 金大中因为和北韩达成了和解 还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两韩领袖第二度的高峰会 则是在2007年10月2号 南韩总统卢武炫接同夫人 特别步行穿过分隔南北韩的38度线 进入北韩 接着在搭车抵达了平壤 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谈 两个人会后签署了南北关系发展 与和平繁荣宣言 希望召开多国的峰会 并且签署和平条约 让韩战可以正式的结束 前两次都是在平壤所举行 而这一次则是首度移试到了南韩领土上 其实是相当具有历史上的意义 不过因为就在今年初 北韩还在进行导弹试射 引发了东北亚的局势紧张 但是刚刚画面上观众朋友所看到的 文在寅和金正恩 两个人握手 互动是非常的热络 金正恩他到底打着什么样的算盘 那么金正恩的态度转变 似乎是早有出现征兆 有专家就分析说 金正恩在北韩国内外 建立了不同以往的形象 某种层面上来说 就是要巩固他的金氏政权 2017年东北亚的天空一点都不平静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一年间不断进行核试以及试射导弹 让邻国南韩日本下出一身冷汗 造成东北亚地区情势一度紧张 而导弹打得越远 连美国领土关岛 夏威夷都拉起警报 甚至本土都在导弹威胁范围内 也让美国总统川普果大 两人不断地隔空互呛 但是美国航母战斗群派的越多 金正恩的态度就更强硬 不过在穷兵独武的背后 金正恩治理北韩却向外界开了一扇小窗 在六年前仓促上台后 为了挽救父亲金正日在位时 所拖垮的经济 金正恩进行部分程度开放 不仅人民手机持有率上升 平壤街头的计程车也增多了 临近南韩的开城工业区到首都平壤 在金正恩上台后的六年间 市场数量更是足足多了两倍 金正恩的态度转变其实早有玄机 有专家观察到 金正恩的媒体形象似乎出现变化 往常金正恩公开行程都是以视察军事设施 出行大型会议为主 但最近却出现许多金正恩跟小朋友 一起共度时光的报导 专家就分析 这是把领导人导向国家慈父形象的方法之一 这位年纪轻轻的国家领导人 对内如何用威权巩固金师政权 对外又要如何面对国际压力 金正恩频频出招 记者综合报导 其实有许多的国际分析家 用迷一样的男人来形容性格多变 捉摸不定 甚至是心狠手辣的金正恩 其实追根究底 要了解金正恩的成长背景 他27岁就掌权 即位的时候要立刻面对 以美国为首的强大对手们 还有内部位高权重 虎视眈眈的老陈 为了要巩固政权 他对外金正恩展现了核武的实力 而对内只能够用心狠手辣来形容 产出又威胁了老陈 就有外国的分析家就说 金正恩的出身是造就他多变 而且凶悍个性的主要原因 看到导弹试射成功 金正恩笑得好开心 但是这笑笑得你心里直发毛 2011年底 金正恩才27岁就接掌了北韩政权 由于他是金正恩和第四任夫人所生 排行第三不是敌长子 掌权初期就强调自己血统纯正 登上北韩的白头山也就是长白山 这里是他祖父也是北韩国父金日成的革命起源地 不断强调自己的白头山血统 金氏政权的正宗接班人 不止如此 他努力模仿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恩的造型 但是这样还不够 年纪轻轻的接班人 面对身边位高权重虎视眈眈的老陈 为了巩固政权 金正恩的信狠手辣比起父职辈 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罗之罪名 用高射炮处死叫做炮绝 放狗活活咬死叫做犬绝 不止前朝老陈 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人一概不放过 2017年2月 在马来西亚机场 金正恩更派人毒杀了自己 同夫一母的长兄金正恩 有人用迷恙的男人来形容金正恩 因为这一秒还是笑脸迎人 下一秒就痛下杀手 而两韩会谈后 金正恩是不是又会变脸来面对国际 令人好奇 据者综合报道 而在稍后话题面对面 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戴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黄介正 来到节目当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两韩的局势 接下来继续带人关心的是 加拿大多伦多在23号 发生一起随机冲撞事件 震撼的国际 有一名男子他驾驶着乡行车 高速蓄意冲撞路上行人 结果是造成10个人死亡 15个人受伤 嫌犯被逮捕之后表示 他是预谋故意要冲撞了 他歹是否与恐怖攻击有关 多伦多的警方目前也正在调查当中 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片混乱 警车鸣笛声四起 在乡行车旁的男子 不断挥舞一字手枪的武器 向援警挑衅 援警一个剑步 上前将男子压制在地 这名男子就是在加拿大多伦多 犯下乡行车冲撞案的嫌犯 嫌犯是现年25岁的大学生 在当地时间23日下午一点多 驾驶相信车 高速冲撞路上行人 时速至少60公里以上 当时正值午餐时间 许多上班族都成了攻击目标 许多人为了逃跑保命 连鞋子都掉在地上 而这起悲剧已经造成 10人死亡 15人受伤 而案发地点的30公里外 多人多市中新镇举办 七大工业国外交部长会议 发生虚拟开车冲撞事故 也让当地警方绷紧神经 多人多警方表示 嫌犯动机不明 目前无法确认 是不是恐怖攻击 而造成这起悲剧的胸前 目前已经遭到收押 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就来放松一下心情吧 看看这个英国皇室的 最新的喜讯 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凯特 在当地时间23号的 上午11点多钟 在伦敦圣玛丽医院 高级私人产房 她顺利产下 大约是3.8公斤的第三胎 是个男婴 在凯特产后 威廉王子也带着 乔治王子跟夏绿帝公主 到医院去探望 他的母亲跟刚刚出生的小弟弟 凯特王妃在生产之后 七个小时就出院了 抱着刚刚出生的小王子 在医院的门口 接受英国人民的祝福 凯特身穿红色洋装 气色显得非常的好 而新报道的小王子 将是王位第五顺位的继承人 接下来就是来到了 英文关键字的单元了 我们接续着这则 英国皇室的喜讯 华尔街日报 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说 英国迎来了皇家男宝宝 他是王位第五个继承人 其中这个字 在翻译上 就是王座王位的意思 也有军权的意思 Line to the throne 也就是王位继承人的意思 另外也要告诉各位观众 一个小的知识 那就是关于英国皇室继承的顺位 目前分别是 查尔斯王子 威廉王子 乔助王子跟夏绿帝公主 至于原本排名第五的哈利王子 因为新宝宝的诞生 已经被挤到了第六位了